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如果他不敢做 海星就会死 如果那些海星就是一些孤儿 那又会怎样呢 我想第一个感觉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孤儿 社会和我们国家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救这一群孤儿呢 女后的孤儿很多都是有缺陷 想帮他们做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 希望他们给一个机会 他们容易被人收养 改变他们的生命 究竟他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 其实是很看重人 每一个生命和每一个人生命的质素 中国江苏省扬州是一个历史名城 城区发展至今已经有2500年 所以在现代化之中 仍然带着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 有很多传统民间建筑都保存下来 游客也随处可以品尝到扬州的地道美食 但是这群远度从香港来到扬州的朋友 目的并不是旅游观光 而是要关心一些身患残疾 被人遗弃 住在孤儿园的小朋友 他们都是一个慈善信托基金的 信托人或义工 第一个感觉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孤儿 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孤儿呢 中国自己都没有正式的统计 但是联合国估计有2000万以上 如果是健康的孤儿 幸运的话都有机会被人领养 但是患有残疾的 就连获得治疗的机会都没有 在中国大陆 基本上来说医疗制度 就是政府是资助不多的 很多时候都是要市民自己来付出 医院很多时候就因为 政府资助是有限的缘故 所以亦都是自负盈亏的人士去运作 如果孤儿园里面的孤儿园是 如果他有一些残疾需要做手术的话 资源方面就真的相当困难 雨昌雨昌 来 哦哟 好像你跟照片里面不一样吗 Elena 今次她和三位医生放下香港的工作 自费来到这里 是要了解一些孤儿的病况 如果适合做手术的话 就会在香港酬母费用 透过资助计划 协助他们入医院接受治疗 因为Elena和我们一起谈的时候 她特别想帮孤儿做一些矫形的手术 基本上做一些烈顺、烈鹿和马蹄脚 因为她太热心的缘故 看到孤儿就很疼她 很容易把孤儿送到不同的医院做手术 但因为她是外行人 她不是医疗界的 所以有时她又对于哪些小孩 应该做什么手术 她不太明白 有医疗界人在帮她看着 可以做一个把关 我们基本上就会和她评估一下 那个婴儿值不值得做这个手术 以及做的效果好不好 也看回那个婴儿 如果在医院做的手术 所付的费用 是否很合逸和合理 直到我们所酬的经费 不会浪费到 最初的时候 我们去河南的孤儿院 我们去看过她们 看到女儿的孤儿很多都有缺陷 其实有些是可以做手术 是矫正得到的 譬如兔纯烈乐 脊毛频出 或者肛门闭塞 如果我们帮她矫正得到的时候 就增加她们被人收养的机会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小朋友本来都是活潑可爱的 可惜一些天生就有残疾 父母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 就唯有放弃她们 假如这些小朋友得到资助去接受治疗 其实是可以康复的 更加有机会得到一些家庭领养 改选她们的一生 艾珍是个心脏病的孩子 在沙海的儿童医学研究中心做的手术 现在已经是被领养了 我们福利院来讲 目前来的孩子 很多妻婴 包括孤儿 都是有一些疾病 残疾也好 疾障也好 智障也好 因为她们来了以后 可能是因为家庭里面医疗水平 或者是家庭环境 造成她们很多被迫 无奈地放弃 这个抚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拿到我们福利院来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给她 给予及时的救助 给予及时的治疗的话 以后对她的生活 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她可能长大以后 随着她的病情的严重 可能就会面临瘫痪啊 或者更严重 但是她有一线希望 是可以救助她的 我们这个时候 给她及时的治疗跟手术 以后她就会恢复 恢复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可能 人生就会发生很多的改变 也有可能她就在我们院里面长大 以后能就业 也有可能她就进入家庭 给一个家庭来领养 也更有可能她以后将来的生活 会靠自己的努力 能有一个不同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是很大的改变的 每天这海星有很多的这些成员 都已经跟我们孩子比较熟了 有的不是一次两次来了 孩子们也会很喜欢 他也会觉得温暖 被拥抱 被一些很多人关心这样的感觉 他们也会很喜欢的 希望就是 有更多的人来 来关心这些孩子 为何这帮香港人 这么有心 出钱出力 来帮助这些孤儿呢 原来他们都是基督徒 以行动实践信仰 把耶稣基督的爱和盼望 带给活在困苦无助之中的人 神是很体重人每一个生命 和每一个人生命的质素 我自己在圣经领寿 其实在圣经里面都说到 其实人的竞权不单单是一个外表的竞权 也是帮一些孤儿寡妇 孤儿基本上都被围望 因为当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里面 他将资源来一定是帮最有用的人 孤儿都觉得被围棄的一群 因为资源投放在他们 他们如果计算的价值是很不值得的 但是我们就看到 神女生命就不是这么看 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 所以其实每一个出生的人 都很值得去被看宠 我以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些孤儿的事工 我是接触一些小朋友 我就感受到这个计划 神所安排给我们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 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教训 我们要照顾一些孤儿寡妇 我觉得是一种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跟其他的侍奉是不同的 7月6月的时候 也非常幸运地被一个美国家庭营养 看到有些做了手术的小朋友 被一群热心的基督徒修养了 我们一路一路看着有些个案 我们心里觉得很开心 很感谢主 一来我们帮到那些小朋友 二来也有这么热心的人 收养到他们 正如十海星的故事 希望多救一个就是一个 这班基督徒也都尽量帮助有需要的孤儿做手术 那么海星也在寻求不同的合作医院 来考虑他们的医疗技术力量 他们医生的这样的服务热忱 会选择做他们的一个定点医院 去把我们的孩子送过去 那么现在目前我们大部分的一些 比较困难的就是病情比较复杂的孩子 都是在上海做的医疗手术 这里是上海儿童医院 很多父母都带他们的孩子来看病 而扬州孤儿园的亭婷婷和小丽 也都在保姆的照顾之下 来到这里接受检查和等候做手术 虽然他们没有父母的呵护 但就有Elena和几位医生的关怀 早期有被质疑 就说一个小孩子 放这么多钱医治他值不值 我自己觉得耶稣会怎样做呢 我相信耶稣不会因为 这个要花多些钱 那我们会逮捕 我想耶稣看祂是一个生命 我们每个案子都是一个很宝贵的生命 不是用钱来衡量生命 我们在心理上治好祂之后 其实很多孤儿在心理上都还未完整 其实我们相信除了祂得到救恩之外 祂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完整的医治 所以我们很重视为祂祷告 我们希望通过生命运行生命 让祂看到基督的爱 正当婷婷和小丽接受检查的时候 在另一边乡 一班基督徒乙工就透过师哥 为儿童病房的小朋友和家人 述说耶稣基督的降生 为人带来盼望的好消息 上帝男人梦干 神人和我还想起 清醒地上大小宝 将祢出天空收养 哪一间石头悬熟 如果我们说生命是这么宝贵 为孤儿做手术所花的金钱 又算得是什么呢 就好像三岁的Jonathan 你看他现在非常活泼 可以用学行车走来走去 但是在未做手术之前 他的手和脚都长得不正常 不能行走 也不能用手来拿东西 他的手特别是左手 这样屈下来 差不多90度屈下来 两只脚都是这样 向内翻 简单来说 我也做不到 这样掉下去 还有这样翻过来 好像那些马蹄竹 现在可以看到 他的脚基本上上来 接近是正常的 还有少少紧后面也有紧 Jonathan的手术本来都算成功 但是在手术之后 又发现他有严重的肺炎 需要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 这个小生命 又再一次在死亡边缘 是否会有可能的 亦会有严重的肺炎 是可以准备的 亦会有强大的肺炎 新疮中了一种很特别的肺炎 我们就怀疑那肺炎 不知道会不会 其实他很早已经感染了 其实会不会 从小都已经在妈妈感染了 有時都會的 上面醫生就說他不知道行不行 當然他們都不是說放棄他 不過就說了有機會未必可以 我們跟這邊醫院說 我們無論如何 我們是一定會支持他的費用 直到他搞定自己 我們是叫醫院不要放棄 在香港那方面我們當然是努力祈禱 我們看到這些小生命 無論有多少病痛 他們都沒有放棄自己 我們又怎能不幫助他們 好好地生存下去呢 其實Jonathan真的很聰明可愛 現在他又暫託家庭照顧 只要得到一些家庭領養 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樣 健康快樂地成長 當然不是所有患殘疾的小朋友 都可以這麼幸運 有機會被領養 不過只要他們得到適切的治療 至少長大之後都可以自力更生 有尊嚴和有盼望地生活 很可愛 謝謝 這個年輕人Ivan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在兩歲的時候 父母因為家裡一致意外而死亡 他就被送到孤兒院 最不幸的是他的左腳因為嚴重燒傷而被撤除 十多年的成長過程當中 他都是行動不變 很難獨立地生活 我不記得 反正我有記憶的時候 我是在爬的 所以說每次去外面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被吸引的 就是很多人會回來看 很多人在問 我知道他們是好心的 但是我的自尊心好像不允許 所以說他們問的時候 我都是不會回答的 然後我就會走開 然後最後學會了煮拐杖 最後然後就一直靠拐杖 回來走路 走路的時候也很方便 就是會磨肉 後來Ivan有機會認識Elena 經過醫生的診斷之後 決定資助他安裝胰脂 結果就帶來他生命的一個新開始 他以前沒有醫肢的時候 他是用一個拐杖來走路 就插在架子底 所以就會走路不走得遠 就是一個小時以來 一個小時以來 他的手就會很避 不能夠再支撐 也都沒有力再走 變了很多的限制 而且如果他說要工作的時候 拿著拐杖 也是很不方便 我們幫他的人 就是幫他去上海做一個醫肢 現在他可以不需要拐杖 就走兩個小時以上 也都不需要扶野 幾正常的東西都走 平路 也都可以工作 我的夾肢 就是這條腿 就是這個從這上面 從膝蓋上面 就是我的真腿 從下面就是我的夾肢 感覺就是起碼能自尊心上 能找一個平衡 而且會很方便我走路 起碼我不用靠拐杖了 就是拐杖丟了我也可以走路 如果你不細看的話 看不出來就是我會和正常人一樣 現在他可以很正常地行動 工作 甚至去關心其他人 然後 我第一個覺得薪水 我就留下了我的生活費和房租 然後就給我的朋友們 就是我在孤兒院的朋友 我覺得我認為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一起苦的 所以說我們有現在 我應該比他們好一點了 所以我就應該把我得到的東西 給他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讓他們也能快樂 畢竟我們從小長大的 我就問他們想要什麼嗎 如果他們說想要東西的話 我就買好寄給他們 如果他們說他們最近沒有錢花了嗎 然後我就會給他們一點 謝謝大家 所以有時候我最大的夢想 我就是說 以我們這樣被幫助過的身份 去回報社會 去幫助那些 比我們更需要幫助的人 就是把那些 如像海星的給我的愛 會把它傳遞給別人 讓他們也會知道 就是在你最困難最低落的時候 也有人會愛你 就是這一種 就是反正我就是 我 嗯 我不想讓幫助我 對我關心的 關愛的人 對人失望 就是我想讓他們 就是 可以幫助過我 感到自豪 我看到他是一個 很好的孩子 他現在已經成長了 幾歲了 我看到他都心裡 充滿了感恩 令我很感動 我覺得他將來 還有很好的生命 來成長 我感受是 雖然從我們角度來看 好像是做了不太多事情 就是很微小的力量 但是對於每一個孤兒來說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來的 如果能夠幫得到的話 他們的生命是會有改變的 過去 Ivan曾經因為殘障而感到無望 害怕 但是今天他的身心靈都得到醫治 有自信和盼望的生活 我以前最大的就是那個害怕 就是害怕我以後的未來 因為我沒有父母 也沒有什麼社會的醫療保障 我很害怕 就是如果今天的東西就沒有了 那我明天我就不知道去幹什麼 我也沒有方向 就是說我感覺到我以後 我以後的將來就是很沒有希望 我很為這個擔心 然後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 就是告訴了趙阿姨 然後他就給我說 你放心你把你的生命交給神 他一定會為你的路去鋪得滿滿的 不會讓你摔倒 我當時是將信將疑啊 然後我一直每天晚上禱告 我就告訴他 我就告訴我的神 我說我就為你禱告 希望你把我的今後的路 鋪得滿滿的 不太讓我走彎曲 不太讓我怎樣 然後我就說請你充滿我的靈 突然就是禱告完的那一刻 就是說奉悟 我祖耶穌的基督的名 阿門的那一刻 我就感覺到 我的心突然平靜下了 感覺到很溫暖 然後這一刻我才 這一刻的時候我就信了 所以說 我現在就不會為以後去考慮什麼 因為我知道 我的明天是神安排的 這一點我就會放心地去過 天空的肥鳥 天空的肥鳥 不堅重也不修 你也恨想保佑 你也恨想要緊小的肥鳥 地上的鮮花 不恰苦 不坊紙 不慌棄 脫岸你心已成海 青草冬伤累 呼死了有几多 你也全燃装死 地上的高低起跌柱 都日日知道 早在夜 这下天空静下雨 人在你爱里 被这些一切珍贵 何以守着担扬 始终不会放弃 沉默你的面 别得相见 今天我 单白仰望你 就算世界变 面对抗泪和暴雨 就算地动也生严 唯独地 仍没有尊重应而 就算世界变 十二人天从未变 沧海总管有日变桑田 再打低谷子 处身前已望见 作为一几个图的见证 我们有很多方面可以做到 圣经都说 耶稣说你作爱在最小子上 就是作爱在耶稣身上 其实我们作为一见证 有很多方面可以口讲 但最重要都是身体力行 和言行一致 有很多事很顺利来做 有时不是说 如果你说这样付钱出来 是做不到的 而且很多人在用基督的爱 在祈祷之中 来到很多奉献 才合作得天衣无缝 很微小 不是可以做到很多 因为全国家这么大 可以做到多少 做到多少就得多少 在神的眼中 每一个生命都是这么宝贵 纵使是有残疾的孤儿 我们一个都不能放弃 同样你的生命 神一样体重 无论你处于什么境况 神都愿意帮助你 祂都会透过你身边的基督徒 关心你 只要你愿意接受神的爱 你的生命将会有 出人意外的改变 就算世界变 能够防律或暴雨 就算地动也删严 我会有其他人 又有全国映年 就算世界变 宋家一年从未被 从海总管有日的生日 在万低谷自存 伸展意望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上的鲜花不吃苦不放线 却按你心意承开 青草冬伤累枯死了有几多 你也全燃装饰 地上的高低起跌柱都日日知道 素在意 这下天空静下雨 人在你我里被这些一切幸运 又患残疾的小朋友都可以这么幸运 有机会被领养 不过只要他们得到适切的治疗 至少长大之后都可以自力更生 有尊严和有盼望地生活 这个年轻人Iva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在两岁的时候 父母因为家一致的意外而死亡 他就被送到孤儿院 最不幸的是他的左脚 因为严重烧伤而被撤除 十多年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都是行动不变 很难独立地生活 我不记忆 反正我有记忆的时候 我是在爬的 所以我每次去外面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被吸引的 就是很多人会回来看 很多人在问 我知道他们是好心的 但是我的自尊心好像不允许 所以说他们问的时候 我都是不会回答的 然后我就会走开 然后最后学会了煮拐杖 最后然后就一直靠拐杖 走路 走路的时候也很方便 就是会磨肉 后来Ivan有机会认识Elena 经过医生的诊断之后 决定资助她安装二脂 结果就带来她生命的一个新开始 她以前是没有二脂的时候 她是用一个拐杖来走路 插在脚底 所以就会走路不走得远 一个小时以来 一个小时以来 手就会很避 不能够再支撑 也都没有力再走 变了很多的限制 而且如果她说要工作的时候 拿着拐杖也很不方便 那我们帮她的人 就是帮她去上海做一个二脂 那现在她是可以不需要拐杖 就走两个小时以上 也都不需要扶野 几正常的东西都行 平路 也都可以工作 现在她可以很正常地行动 工作 甚至去关心其他人 然后 第一个月的薪水 我就留下了我的生活费和房租 然后就给我的朋友们 就是我在孤儿院的朋友 我觉得我认为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一起苦的 所以说我们有现在 我应该比他们好一点了 所以就应该把我得到的东西 给他们分享一下 就是让他们也能快乐 毕竟我们从小长大的 我就问他们想要什么 如果他们说想要东西的话 我就买好寄给他们 如果他们说 他们最近没有钱花了 然后我就会给他们一点 谢谢大家 首先呢 所以有时候我最大的梦想 我就是说 以我们这样被帮助过的身份 去回报社会 去帮助那些 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 就是把那些 如像海星的给我的爱 会把它传递给别人 让他们也会知道 就是在你最困难 最低落的时候 也有人会爱你 就是这一种 就是反正我就是 我 我不想让帮助我 对我关心的 关爱的人 的人失望 就是我想让他们 就是会帮助过我 感到自豪 我看到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他现在已经成长了 几岁了 我看到他都心里面 就是充满了感恩 就是令我很感动 我觉得就是 就是将来 他还有很好的生命 来到去成长 我的感受是 虽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好像是做了很多东西 如果随时 因為如果他不敢做 海星就會死 如果那些海星就是一些孤兒 那又會怎樣呢 我想第一個感覺就是 為何會有這麼多孤兒 社會和我們國家出了甚麼問題 我們為何要救這班孤兒呢 旅途的孤兒很多都是有缺陷 想幫他們做手術 做完手術之後 希望他們給一個機會 他們更容易給人修養 改變他們的生命 究竟他們的生命有甚麼價值呢 其實是很體重人 每一個生命和每一個人的生命質 就是很不足 中國江蘇省揚州 是一個歷史名城 城區發展至今已經有2500年 所以在現代化之中 仍然帶著濃厚的歷史文化色彩 有很多傳統民間建築都保存下來 遊客亦隨處可以品嘗到揚州的地道美食 但是這班遠道從香港來到揚州的朋友 目的並不是旅遊觀光 而是要關心一些身患殘疾 被人遺棄 住在孤兒園的小朋友 他們都是一個慈善信託基金的信託人或義工 因為這些很複雜的手指 第一個感覺就是 為甚麼會有這麼多孤兒 在中國究竟有多少孤兒呢 中國自己都沒有正式的統計 但聯合國估計有2000萬以上 如果是健康的孤兒 幸運的話都有機會被人領養 但患有殘疾的 就連獲得治療的機會都沒有 在中國大陸 基本上來說 醫療制度 政府是資助不多的 很多時候都是要 市民自己來付出 醫院很多時候 因為政府資助是有限的緣故 所以亦都是自負盈規的人去運作 如果孤兒院裡的孤兒 有殘疾需要做手術的話 資源方面就真的相當困難 雨柴 雨柴 來 唉唷 好像你跟照片裡面不一樣嗎 Elena 這次她跟三位醫生 放下香港的工作 自費來到這裡 是要了解一些孤兒的病況 如果適合做手術的話 就會在香港籌募費用 透過資助計劃 協助她們入醫院接受治療 因為Elena跟她們一起談的時候 她特別想幫孤兒做矯形的手術 基本上做裂順、裂鱷、馬蹄腳 因為她太熱心的緣故 看到孤兒就很疼她 很容易把孤兒送去不同的醫院做手術 但因為她是外行人 她不是醫療界 所以有時她對於哪些小朋友 應該做甚麼手術 她不太明白 有醫療界的人在幫她看著 可以做一個把關 我們基本上會跟她評估一下 那個嬰兒值不做這個手術 還有做的效果好沒有 也要看回那個嬰兒 如果在醫院做手術 所付的費用 是否很合宜和合理 直到我們所籌的經費 不會浪費到 最初時我們去河南的孤兒院 裡頭探過她們 看到裡頭的孤兒 很多都是有缺陷 其實有些是可以做手術 是能表現得到的 譬如吐唇裂鱷、脊毛頻出 我們大部分的一些 比較困難的 就是病情比較複雜的孩子 都是在上海做的醫療手術 這裏是上海兒童醫院 很多父母都帶她們的孩子來看病 而揚州孤兒院的婷婷和小麗 亦都在保姆的照顧之下 來到這裏接受檢查 和等候做手術 雖然她們沒有父母的呵護 但就有Elena和幾位醫生的關懷 早期有被質疑 一個小孩放這麼多錢 在醫療醫療是否值得 我自己覺得 耶穌會怎樣做呢 我相信耶穌不會因為 這個要花多一點錢 我們會失去 我想耶穌看祂是一個生命 我們每個個案子都是一個很寶貴的生命 不是用錢來衡量生命 我們在生理上治好祂之後 其實很多孤兒在心理上都還未完整 其實我們相信除了祂得到救恩之外 祂是沒有辦法有一個完整的醫治 所以我們很重視為祂祷告 我們希望通過生命影響生命 讓祂看到基督的愛 正當婷婷和小麗接受檢查的時候 在另一邊廂 一班基督徒義工就透過師哥 為兒童病房的小朋友和家人 述說耶穌基督的降生 為人帶來盼望的好消息 上帝男人夢看 神人和我還想起 清醒地上大小道 向你逐天風收揚 樂一件事空宣告 基督徒師傅與我遺憾 如果我們說生命是這麼寶貴 為孤兒做手術所花的金錢 又算得是甚麼呢 就好像三歲的Jonathan 你看他現在非常活潑 可以用鶴行車走來走去 但在未做手術之前 他的手和腳都是長得不正常的 不能夠行走 你都不能夠用手來拿東西 他的手特別是左手 這樣屈了下來 差不多九十度 這樣屈了下來 兩隻腳都是這樣的 就是向內翻的 簡單來說 就是 我都做不到那個樣子 就是這樣 跌了下去 這樣翻過來 好像那些馬蹄竹一樣 現在可以看到 他的腳基本上可以上來 接近是正常 還有一點點緊 後面的腳 Jonathan的手術本來都算成功 但在手術之後 又發現他有嚴重的肺炎 需要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 這個小生命 又再一次在死亡邊緣掙扎 種了一隻很特別的菌 我們就懷疑那隻菌 不知道會不會 其實它很早已經感染了 其實會不會從小 已經在媽媽那裡感染了 有時也會 上面醫生就說他不知道行不行 當然他們都不是說放棄他 不過就說了有機會未必可以 我們跟這邊醫院說 我們無論如何 我們一定會支持他的費用 直到他搞定自己 我們是叫醫院不要放棄 在香港那方面我們當然是努力祈禱 我們看到這些小生命 無論有多少的病痛 他們都沒有放棄自己 我們又怎麽可以不幫助他們好好地生存下去呢 其實Jonathan真是很聰明可愛 現在他又暫躁家庭照顧 只要得到一些家庭領養 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樣健康快樂地成長 當然不是水 很微小的力量 但是對於每一個孤兒來說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如果能夠幫得到的話 他們的生命是會有改變的 過去 Ivan曾經因為殘障而感到無望 害怕 但今天他的身心靈都得到醫治 有自信和盼望地生活 我以前最大的就是那個害怕 就是害怕我以後的未來 因為我沒有父母也沒有什麼社會的醫療保障 我很害怕就是如果今天的東西就沒有了 那我明天我就不知道去幹什麼 我也沒有方向 結果說我感覺到我以後 我以後的將來就是很沒有希望 我很為這個擔心 然後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 就是 告訴了趙阿姨 然後他就給我說 你放心你把你的生命交給神 他一定會為你的路去鋪得滿滿的 不會讓你摔倒 我當時是將信將疑 然後我一直每天晚上禱告 我就告訴他 我就告訴神 我說我就為你禱告 希望你把我的今後的路 鋪得滿滿的 不再讓我走彎曲 不再讓我怎樣 然後我就說 請你充滿我的靈 突然就是禱告完的那一刻 就是說奉勿 我祖耶穌的基督的名 阿門的那一刻 我就感覺到 我的心突然平靜下來 感覺到很溫暖 然後這一刻 我才 這一刻的時候我就信了 所以說 我現在就不會為以後 去考慮什麼 因為我知道 我的明天是神安排的 這一點我就會放心地去過 天空的肥鳥 不堅重也不修 你也恨想保佑 天空 地上的煎發 不客戶 不放膳 下門你心已盛開 青草冬上来 呼死了有几多 你也全燃装饰 地上的高低气贴住 都日日知道 做菜意 这下天空静下雨 能在你爱里 比这些一切珍贵 何以守着担忧 始终不会放弃 沉默你的面 别得相见 今天我单单仰望你 就算世界变 别对抗泪和暴雨 就是地动也生严 唯独地 仍然没有尊共映宜 就算世界变 实惯人年从未变 沖海总管有日变桑田 在那低谷子处生前已望见 作为家教徒的见证 我们有很多方面可以做到 圣经也说 耶稣说 你作在最小字上 就是作在耶稣身上 其实我们作为见证 有很多方面可以口讲 但最重要都是身体力行 和言行一致 很多东西很顺利 这样来做 有时不是说 如果你说付钱出来 是做不到的 而很多人用基督的爱 在祈祷之中 来到很多奉献 才合作得天衣无缝 很微小的 不是可以做到很多 因为全国家这么大 可以做到多少 做到多少 就是做到多少 可以做到多少 就是做到多少 就是做到多少 也有机会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小朋友本来都是活泼可爱的 可惜一些天生就有残疾 父母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 就唯有放弃他们 假如这些小朋友得到资助去接受治疗 其实是可以康复的 更加有机会得到一些家庭领养 改写他们的一生 这是个心脏病的孩子 在上海的儿童医学研究中心做的手术 现在已经是被领养了 我们福利院来讲 目前来的孩子 很多习婴包括孤儿 都是有一些疾病 残疾也好 疾病也好 滞胀也好 因为他们来了以后 可能是因为家庭里面医疗水平 或者是家庭环境 造成他们很多被迫无奈地放弃 这个抚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拿到我们福利院来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给他 给予及时的救助 给予及时的治疗的话 以后对他的生活 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他可能长大以后 随着他的病情的严重 可能就会面临瘫痪 或者更严重 但是他有一线希望 是可以救助他的 我们这个时候 给他及时的治疗跟手术 以后他就会恢复 恢复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可能 人生就会发生很多的改变 也有可能他就在我们院里面长大 以后能就业 也有可能他就进入家庭 被一个家庭来领养 也更有可能他以后将来的生活 会靠自己的努力 能有一个不同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是很大的改变 每天的海星 有很多的这些成员 都已经跟我们孩子比较熟了 有的不是一次两次来了 孩子们也会很喜欢 他也会觉得温暖 被拥抱 被一些很多人关心 这样的感觉 他们也会很喜欢 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来 来关心这些孩子 为什么这帮香港人这么有心 出钱出力 来帮助这些孤儿呢 原来他们都是基督徒 以行动实践信仰 将耶稣基督的爱和盼望 带给活在困苦无助之中的人 神是很体重人每一个生命 和每一个人生命的质素 我自己在圣经领袖 其实在圣经里面都说到 其实人的敬拳 不单单是一个外表的敬拳 也是帮一些孤儿寡妇 孤儿基本上都被遗忘 因为当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里面 他将资源来 一定是帮助最有用的人 孤儿就觉得是被遗弃的一群 因为资源投放在他们 他们如果计算的价值 是很不值得的 但是我们就看到 神女生命就不是这么看 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 所以其实每一个出生的人 都是很值得去被看宠 我以前是没有接触过 这些孤儿的事工 我是接触一些小朋友 我就感受到这个计划 神所安排给我们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 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教训 我们要照顾一些孤儿寡妇 我觉得是一种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跟其他的事奉是不同的 9年7月6日的时候 也非常幸运地被一个美国家庭营养 见到有些做了手术的小孩 被一帮热心的基督徒收养了 我们一路一路看着有些个案 我们心里觉得很开心 很感谢主 一来我们帮到小孩 二来也有这么热心的人 收养了他们 正如十海星的故事 希望多救一个就是一个 这一帮基督徒 也都尽量帮助有需要的孤儿做手术 那么海星呢 也在寻求不同的合作医院 来考虑他们的这样的医疗技术力量 他们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热忱 会选择做他们的一个定点医院 可以把我们的孩子送过去 那么现在目前